五千年的历史传承中,始终让人无法忘怀的,便是数千年的金歌迭马,而每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中,都有一个正说古今的英雄,他们所吃的武器,更是成为英魂的一种寄托。 传说中,有时把名剑,在期末变可更改当时,更有可能改天换地,成就仪式英明。 第十名,成影剑,成影剑指周朝时期铸造的一把非常精致优雅的名剑,于寒光剑,销炼剑并称为天子三剑,在传说中收藏名家孔舟雷,有剑过寒光剑,在得到成影剑的一个偶然机会,发现剑身影自有些异常,用力蒙发之下。 剑并分成两结,拔出后却没有任何异常,孔舟用手一碰,便被割伤,他走到屋子的阴暗处,才看到寒光剑的全貌,被阳光照到却无法看到剑身,这就是传说中的寒光剑。 他和成影剑是一套双生剑,第九名,纯军剑,相传是欧野子铸造,春秋五大时期月王高剑过新长达,一举机魂王夫缠,1965年考古队在春秋土墓中发现了一把沾满年土的长剑,剑身有一型古转字,月王高剑自用剑。 结合史书描写,科学家认为真,就是传说中的纯军剑,但是为了慎重起剑还,是称呼为高剑剑第八名,玉长剑,春秋十七欧野子铸造,宁和驴,以玉长之剑,刺乌王遥,而天下为名。 第六,七名,盖家墨爷,传说前将墨爷,本是欧野子的弟子和女儿,为了铸成两把神剑,墨爷投入训身,从而建成,一月干家,一月墨爷,乃是一对夫妻剑,据传此后双剑花龙不知所踪。 第五名,龙渊剑,春秋十楚王命令,欧野子铸造,相传战国时期,吴子绪,就曾佩戴此剑,有遥传战班舌体义的刘邦,也是这把剑的主人。 但是,历史话本上说,七星龙渊是秦汉时期,他显得配剑,因为这把剑不是天子剑,而是将帅之剑,所以龙渊剑在历史上争议就比较大。 第四名,太恶剑,是欧姨子和钱江所著,也叫做太恶剑,是秦始皇的随身配剑,清王以后为基础霸王秀宇之友,在乌战自吻之后不知去向,被古人视为霸者之剑。 第三名,至小剑,至小剑才是正史上记带刘邦斩白蛇的配剑,传说中刘邦乃是赤龙之子,所以生蓝便是天子,而至小剑能够作为他的配剑, 这把剑的地位绝对不低,说是王者之剑相信美人反对第二名,战卢剑,这是春秋时期,越往远程恳求欧姨子铸造的名剑, 据记载为铸造此剑,欧姨子号十三年方才著成,相传战卢剑,乃是五金之鹰所化,宣含太阳之精,拔出之后金光耀眼,可以为服天下,被称为无敌天下的人者之剑, 只是数千年来一直不曾现实,或许世间无人配得上此剑吧 第一名,玄元剑,传说中玄元剑,是人祖玄元皇帝,踩守山之铜组成的一把战剑,剑克兴朽,被有日月星辰,出则斩标除魔,陆则号领天下,被认为是中华史上人族第一神器,是公认的天之剑, 黄者之剑,只是传说飘渺,剑影无踪,后人欲知其形而不可的,是为华夏民族一大憾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,请订阅我的频道,方能接收最新影片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